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大岁数了 因为当年她是 七十 其实当年铁姑娘肯定当年是一小姑娘 年轻的比陈永贵她们都小好多 说你那时候说农业学大债 最近郭凤莲说了 说大债是一种精神 大家不要忘了我们大债 不要把我们大债扔到历史的后头 我们盖了普勒寺了 盖了个庙 就是这个大债 它这个层层提前上头 原来有个庙 叫普勒寺 后来怎么给冲毁了 还是给什么的 然后就是最近 郭凤莲的长子 不有钱了 是郭凤莲的长子 是大债所在的西洋县里头 一个什么实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然后他长子投资 三千万 三千万改扩建 跟普勒寺 所以郭凤莲又出来解释 说这是我们大债旅游的一个延伸 别以为我们这儿光是什么红色旅游 我们一直佛教旅游也远远流长着 所以现在接上了就增加大债的 这比较生硬 这连不上 他要自己生上连 我觉得他肯定是连不上 什么普勒寺是他起的名 还是确有其次 不知道 说是这儿本来就有一个庙 本来有一庙给冲了 我听说是 是是是 发大水冲了 他能过去农村有个小土地庙 那可能的 但是我想他那有著名的寺院 我想不可能 但是这事儿 我不知道在你们这经历过的人的脑子里 引起什么联想 很荒谬 我觉得挺荒诞的感觉 我倒不是说 就是说他就不能发展旅游 我觉得这可能倒是他 更真实的大债人的想法 但是在当年 我们那时候听大债人 那是一个 就是社会主义的典型 完全是 比如说战天斗地 人定胜天 这一套 当时的这种信仰 意识形态 是以大债来为典型的 因为它是一个穷地方 但是我要说 就是说我听到过一个关于大债的段子 这是亲生经历 是那个电影导演田壮壮跟我说的 后来这段话还收到我们那个80年代访谈录里边 他就说他对大债的印象就不好 他去过三次大债 第一次文革初期 他是去和几个朋友去大债 见到了三个著名的人物 就是贾进财 郭凤莲 陈永贵 跟三个人握手的时候 唯一陈永贵手上一个剪子都没有 所以当时他就心里一愣 觉得跟宣传当中的陈永贵不太一样 是吧 然后后来第二次 而且他说对贾进财倒是很实诚 因为发现田壮当时戴了一顶帽子 里边是皮的 外边是皮的 在那个年代是很少见的奢侈的帽子 所以老头就特别 非得要跟他换这顶帽子 所以你想这老头 不傻啊 人家不是说光是精神 人家有物质 你看然后第二次他73年 田壮当兵跟38军 他在后勤部当那个图片记者 38军到了大寨以后 那时候陈永贵已经是副总理了 他对陈永贵又一次印象 就是说陈永贵坐那一颗 一颗接一颗的抽大中华 那都是好烟啊当时 那是 当然你要现在说副总理抽个好烟算什么呀 但是他跟他那个形象是不一样 那时候陈永贵我们印象里都是一个 老农民带着一个白手巾 对对对 但你就会觉得 扎得跟迪厚红队似的 杨肚白 杨肚白手巾 到了半天都是一个标签 都是一符号 手上也没剪子 抽大中华 这是真实的陈永贵 所以田壮就是说他的印象非常不好 包括他跟军队就觉得 原来在后勤的时候 原来在 就是说兵都是吃的那种二米饭 可是到了后勤 他就军队里边的等级也非常明显 就吃的全是罐头 全是肉罐头 所以你说那个年代 我们说的很多政治 模范 一个大寨 一个人民的子弟兵军队 是不是我们真的当时被灌输的那种 真实的形象 跟物质没有一点关系 全是纯精神的典范 我觉得都是 都是一个问号 严格来说 这个问题可以探讨 比如说到现在为止 我知道很多城市的旅游胜地 最好的景点 好像还是军队 这是历史传统上占据着的 那也没有开放给人民群众 也没有属于我们呢 北京市最好的院子 不都是军队的什么的 或者哪个部委的吗 老的好房子 人民军队 人民爱 是吧 最好的东西全给他们 没事我们愿意 这个非常正确 我现在是觉得 就是他为什么要盖一个庙 他不盖一个别的东西呢 他怎么不盖一迪斯尼呢 他盖不了 说件事对吧 就是他认为这庙 就代表了一个旅游 我觉得这特别可怕 就把中国的这个本来 已经淡化的 这个人的一般宗教概念 就完全娱乐化了 所以中国人对宗教是不信仰的 包括最近那个新闻 就是陈小旭 这个剃渡以后几个月就去世了 但对陈小旭我是没有什么可说 但是他这个行为 他肯定是重病才去剃渡 是吧 才去出家 然后呢 给了很多人一个不良的概念 就是人在万般无奈的时候才进去 我觉得这是对宗教 一个完全不正确的理解 宗教应该是你一个人生中 很重要的 但是陈小旭啊 我那天看三联上面一个报道 他们的追踪这个细节啊 隐隐绰绰的 我感觉到还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来看 他呀 是不是因为信佛 所以你看这个文中啊 语言不详的写到 比如说三月份的时候 身体觉得有点不舒服 但是不去检查 然后到了几月份的时候 再去检查的时候 已经是乳腺癌晚期了 然后就是说 找医生来看病 似乎他是拒绝的 然后就是说 在很危险的时候 好像家里人给他做工作 他答应了 从北京请来一个大夫来 但是那大夫临来的时候 他还是不答应 让这个医生看 就是非常坚定的这个净土信仰 就是说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几百年以来 中国的宗教一直在衰落 我们的国教啊 是严格说是没有的 我们三大宗教 世界三大宗教 伊斯兰教 咱算是乳教吗 对对 可以算 就是说 这个世界三大宗教里 没有我们的真正创立的宗教 我们自己的遵循的三大宗教 就师道儒 那么有两个是我们自己的 一个儒教 一个道教 但这两个都没有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 一个坚固不化的一个体系 而且是还有很多程序化的东西 你看宗教是有很多程序化的东西 对吧 比如礼拜啊 祷告啊 干什么 它都程序化 我们儒教和道教 这个都基本上没有 大家也不大知道 只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 你说 我说他就是说儒教和道教还是一个世俗的 非常世俗 非常世俗 比如儒教 而且一般来说就好像两个是互补的嘛 如果你入世成功 那么你奉行的主要是儒教的 因为他教你怎么在世俗社会里怎么来行为 做一个君子也好 怎么怎么样 怎么样对待君王 怎么样修身等等 如果你不成功 那你有超越的那一面的时候 你要出道 你要成仙 或者怎么怎么样 那是道教的事 所以他两个人还是互补 你那意思就不是互补 就是俩借口 反正你不是这个就是那个 那问题是 我们的宗教 就是比较让中国人接受的是这个佛教 佛教在我们的漫长的这个封建社会中起过很大的精神支柱的这个作用 但是到后来呢 变成一个旅游的事 这比较 比较不好 其实我觉得从印度传进来的时候 也有一个很长的本土化的过程 已经在这个过程当中 已经世俗化的观点 因为它跟本土的文化 我们是一个特别强 特别深 特别久远的一个世俗传统 跟这个本土化一结合以后 变得比在印度更世俗了 我认为 比如说求相拜佛 然后是让佛爷保佑你的世俗生活的平安也好 早得贵子也好 怎么怎么样 是吧 像佛仆在行会 行会 实际上是这么一回事 而且呢 他要求得一个本土的保佑 所以在很多时候在唐朝要好什么 你要跟皇帝 你要宫廷 如果他要是信佛的话 或者提倡这 那就马上香火旺盛 建庙什么 钱都来了 这个是很长的传统 不是光是现在才跟钱有关 你说这个 我前一阵碰见一个朋友的朋友 咱现在不是问 就是习惯于说你搞什么的吗 他会说我搞庙的 我说什么搞庙 然后我讲了说你拿名片 说你看我呀 在我们老家那圈了一百八十亩地 然后拉了多少亿的投资 我要盖庙 我现在不知道对这种事该说好 还是该说不好 他说我盖满山遍野的庙 一百八十亩地 佛教圣地 然后吸引善男戏女 可是我是搞慈善的 我把这香火钱弄来的钱 我全捐给一些什么慈善的一个什么东西 我听着这个复杂 我说这个事 听着肯定是个好事 不是再有一个问题 他是不是这么做 要不然他没法 对你要一直看他 比如说十年以后 什么什么都盖起来 他这钱是不是 是不是干了这个 就跟牙方祖似的 听着是个好事 就这钱没干这个事 这就有问题了 而且就是说这个建筑 我现在已经听了好几起了 你看到现在出去旅游 我就有个很深的感觉 就是说都是上亿元几千万 盖这么一个庙 说是所谓房古建筑 你讲老实话 对后代来说毫无价值 盖的那叫一个难看 那就一个粗糙 你那个 但是现在 你比如说有一地方 征老家 不是说刘邦是我们这的 好好就刘邦我们这 然后也是投资三千万 盖一四十米高的 刘邦的雕像 雕像 塑像 还有说前一阵 说黄山脚下 那个金瓶煤 你说这人黄山 有自然景观 有文化景观 现在他那的人就开发 说我金瓶煤的这个园子 就在我这 而且要考证 说考证西门庆 就是我们这的人叫吴天行 是明朝的 叫百妾主人 说这人有一百个妾 但是呢 是说这个吴天行 有一百个妾 也没生孩子 本来这地方叫个十二楼 这吴天行就说呀 哎呀这春风不渡十二楼啊 那干脆咱地方就改名叫果园吧 说我们这就是 当年吴天行的果园 我一想北京跟那小姑娘 不就交那果吗 吴天行 叫这一果园 说是投资 什么两千万的也有说 六百万的也有说 我就记得有一个画家 有一次拜访一个 这个搞庙的这么一个人 他提一个问题 他说呀 现在中国搞的那个庙 那个难看 你看的那个佛菩萨 那个雕像 那个粗陋 让我都替他不好意思 怎么能升起这个心 可是呢 这个搞庙的这个人回答 说你是艺术家 一般老百姓 他们不会 他们看见这个水泥柱的这个 他们就拜了 他们就很虔诚了 所以不存在你说的这种问题 但是我就是说 你好比说是 人家唐朝人留下有唐朝的房子 宋 明朝人留下有明朝的房子 可是你像将来我们这一代人 你说你给后代留下这么一堆假招子 有什么价值 就是让后代炸掉 后代说这些东西太难看 就给炸掉 我想我们肯定有个 激动尽力的一个过程 这个我们社会这个心态 确实苦的时间有点过长 我们极贫极弱的时间长了 那么几代人都没翻过身来 那今天终于 咱也别说彻底翻过来 起码翻了一半的吧 这身翻过来以后呢 我们有机会去做这些事情了 不管他有多么粗糙 我确实 像我内心那么敏感的人 到这些地方 我连进都不进 我肯定转身就走了 我不惹那气声 一看太恶心了 对吧 那么这个过程 我想用不了太久的时间 会有人纠正 会有人纠正 这些东西肯定是浪费掉的 不用说一定 钱洒出去了 那就洒出去是正常的 人的 你医生挣的钱 你真正利用的就2% 98%都是洒出去的 你仔细想 你仔细想 你买了很多衣服没穿吧 肯定有这事吧 你买了很多用的东西 在家里连包装都没打开过 每个人都有这个经历 所以得交学费 还是说那句话 交学费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不过你们聊宗教 这还确实是说到一个 现代人的这种精神家园的一个问题 现在咱们感觉干什么都跟赶集似的 比如说挣钱 好家千军万马都往那奔钱 就现在股市 股市 你听说了吗 说现在炒股的股民 儿子不准管我叫爹 因为就爹了 儿子说那叫生 不叫生 说要管我叫牛哥 牛是吗 儿子管爹叫牛哥 不准叫爹 不准说爹 都到这种处 而且我也听说什么新名词叫鸡民 就不是光是炒股的 都是炒鸡 炒鸡金 没错没错 听怎么这么难听 想哪个鸡都不对劲 好像半天是鸡出鸡金的鸡 对 而你一听这个就觉得 中国就不像你刚才说翻了一半 至少炒股这些人 好像那感觉就是 手里的钱都没出去的那感觉 而且没几个月就又挣出一辆车来了 一辆奥迪一辆本田出来了 不是他那车是真挣出来开上的 还是说那数字在涨 不他取出来了 车买了开着了 我就见着这人了 开着这只车了 没取出来的都肯定不灵 所以还跟着往上等爹的时候 那是吧 就是所有人的心情是急的 是着急 谁都知道有一天不会一直这样 哎呀我赶快逮机会捞一笔 就是急啊忙啊 这好像是扎老师最近的生活感受 是吗 对我就发现我周围很多人都忙得不得了 包括马卫都马仙日 我说我去看看他那个收藏那馆 每次他都出去 约了几次都是我准备上飞机 对他说我正在上飞机 正要去景德镇 正要去香港 你还说香港这事我还有 就前几天见着两香港的老朋友 来这儿 后来我发现吃这一顿饭 都是这些在北京的人在那儿 哎呦热火朝天的说 这沸沸扬扬的大陆到处在冒泡 各种各样的事件在发生 两个香港的居民坐那儿 觉得香港又怎么没什么事 这儿怎么这么闹腾 我们肯定是经济比较活跃 过去有一个简单的指标 特别有意思 他就说啊 世界上的所有的空难中 80年代90年代全有日本人 表明他经济的活跃 我们今天的空难 非洲最近不是一空难吗 有中国人 我就意识到这个问题 就是过去空难 看他没中国人 你去不用查那事 没中国人 今天是发生空难就有中国人 这就是说我说的我要死 我要发生空难死了 我的木志明就是人为财死 鸟为食亡 就是他的这个 就是你的经济的触角 已经伸到全世界各地了 但是我觉得 正是因为你跟我说忙这个事 我想起我最近去什么云南 我就发现他们说什么 大理世外桃源 我去了之后 我看哪世外桃源呢 打开门都是北京人 都是一小北京 有一帮北京人就在那住着干嘛的 我就说你会感觉你到云南 你会看到一些不同的生活方式 比方说我们去了一对小夫妻的家里 小夫妻 老公是个音乐家 太太新婚 太太是在日本留过学的 他们家是很有钱的 但是这俩人自己在泰国学的盖房子 然后跑到云南那的一个农村 跟这个村里租块地 不是说在湖边山边建个豪宅 那种感觉 不是 简直有点回归原始 干打垒的土坯房 上面当地的农民帮他 这个编织的一个房顶 雨下大了还漏水 你看这照片 你看就是我们到这里边去 我会说这外边就是一个水塘 那个就是野草地 那真是他这才有点像陶渊明 那个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 他有个蚊子 没错 我跟你说 两口子在这 哎呦 那叫精神 跟我们演奏他新作的音乐 大家如痴如醉 我就琢磨着 我说这不得给蚊子咬死吗 但是这俩人 当地的村民一开始都不信 说你们城里人跑我们这 就盖这破房子 连我们住的都不如 你们俩这是干什么来的 说你们一定住不长 你们多好玩 结果呢 溜溜人家住一年了 然后呢 这俩人在当地村的小学里 无常的教孩子英语 那孩子没有东西给他 为了表示感谢啊 就送米 所以他们那囤积着150斤米 说谁来客人就送米 这都是孩子的家长送来的 你说他简朴到什么程度 我说上个厕所去 他说你要是那个大号的呢 我还挖了个坑 小号的你就后边竖林子解决吧 我这么过 就特别 我在香格里拉还见到有些外国人 二十郎当岁 他很高兴在那 喜欢这地方 就住在这 一年租那的房子租金两万 不算多吧 然后 挺多的 一年两万的 他在那住个房子 一个月 一千多 对 两千 但问题你说他干什么呢 说是 好像我觉得有点传播文明那意思 就是说 他就教当地的村民 怎么净化水 帮他们打井 怎么制造一些铁器 一些什么 就咱就感觉活雷锋 白球温 就是 我不是说咱都回到这如猫隐血 我是说你看到这现象 就是会提示我们 好像人活着 还可以有别的一些 还有另一些人 有别的活法 但是他是在那个阶段上 我就是强调他的 他在一个阶段 你得说什么事 就一代人干一代人的事 比如说 我就再举一个例子 这当然也是一个大富 就是索罗斯 我听说就是索罗斯的女儿 他爸都这么有钱了 他干嘛呢 他做什么呢 能够找到 他的自我生活的意 后来就说 这个女儿就学了很多 这个专业 那个专业 最后还是找不到 就到西藏来旅游 后来就发现 他找到了他 他要做的事情 就是 结果索罗斯就给他一笔钱 说建了一个基金会 他就专门全职来做这件事 来支持 比如说西藏的儿童也好 还是中国的少数民族的 贫穷的孩子 让他们受教育 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项目 我就不知道 就这种例子 就是说 我觉得在 比如在西方 在美国六十年代的时候 也有一批中产阶级的 至少是中产阶级 家庭出身的 大学生也好 青年人也好 最后他就放弃 或者他觉得 那种世俗的成功物质 成功那种价值 是束缚人的精神的 反而他就会去印度去 比如西大麻也好 去学印度的 佛教也好 他会来东方来取经 你知道吗 然后这批人里边 到后来有一大批人 终生他这个价值 有些是最后到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 他又变成亚皮士 他又去变成物质成功 但是他带着这种精神追求的 这种因子 一直伴随着他 然后我去大理的时候 我就觉得建了一些很 就是所谓老西皮 就是当年的六十年代的孩子 你知道吗 到现在他还有这个东西 他就回归了 到一个青山绿水的地方 不污染环境 他做一点音乐 画一点画 我遇到好几家这样的 在大理 对 他是因为有那样一个物质基础 他从小是在一个非常富有的 一个物质环境中长大的 如果他在一个贫穷的环境中长大的 他肯定没这牙性 肯定不行 每个人的 真是物质决定了 他这个意识 我就走就这个环境中 我没有办法 对 你环境太优越了以后 欲望就降低了 环境不优越 你欲望就提高吗 那肯定的 那说明我现在的环境还很不优越 挣的钱还很不够 因为希望还很高 对 咱们7月的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所以我准备不在北京买房子了 我也琢磨着研究盖房子 我觉得作为我们本人 你比如我自己 我也希望有这样一种生活 非常自在 没有任何压力 是吧 但是不可能 我今天什么时候有呢 有时候晚上瞬间是会有的 比如晚上我自己在家 没有任何人 电话关掉了 已经关掉了 因为现在家里电话 基本上外人是不知道的 那么看看书 我特别想做的事 就是想写书 有很多想写的书 我就特别惭愧的说 我大部分书都是写了一半 欢兴趣就转到那去 都弄不完 那么这书 你比如说 沏上一杯茶 我春节的时候 自己跑到花市上 去闲着买几棚特别好的花 有点贵 摆在那看着这花 写西之后小诗 觉得感觉很好 但问题是这事不能延续 时间长了以后 先别说我自己看我自己 别人就看我是 真心有点毛病了 你肯定是这个状态了 对不对 所以你这干嘛呢 你这放这么多事不干 你去干这个 而且现在的人都是阴暗心理 你比如有一阵 找马卫都找不着了 大家就纷纷传说 抓起来了 抓起来了 但是我就说 我们刚才说的这意思 还是一个 要把它看在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如果提前要求人 过得特别超越 特别精神化 是不太现实的 可能是对人性一种太苛刻的一种要求 所以其实连我们老祖子就说 孔子那时候特早就说要先 叫什么先赴后礼吧 还是什么 就是你得先有钱了 你才能教他这一套文化的也好 礼仪的 更高级的东西也好 他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可是你打不打得住 先有物质基础 你打不打得住 在追求物欲的道路上 这肯定很难 没有人能抵抗这种物质的一个诱惑 你止于何处 你必须要得到一部分满足 你才不止 这是肯定的 这跟吃饭是 你没吃饱 你肯定要吃下一口 当你吃饱 那时候就吃饱 要求很高 就是菌的要求就是说